去到斯文少少的單品 這個雖然是沒有LACE 但它的設計都真的很足 當然是手袖的位置 跟剛才我有介紹過的手袖RUFFLE 這次有點不同 我也覺得很厲害 我撇開了這個 你都會見到在手袖的外側的位置 有一個打閘 去到手袖的口 就是一個優美少少的RUFFLE 的形態 sorry 優美少少的RUFFLE形態 這裡on top 對 就在一個甲圈的位置 伸延下去 令到那個優美感 就是一個Double Up的效果 還有這個 這一層的RUFFLE 是來得很度位 它的位置拿捏得很好的 就是剛才我有時候 有說的一些Double Layer 通常就在手袖口做一個層次 這次這個 其實它已經在空側的位置 在我平時最喜歡的這個 空側的位置 一直斜伸延去到前腹的三身 三腳的位置 這個位置正正就有一個修飾伸延的功效 因為其實你這樣看 只是覺得身體只有這麼多 就不會覺得身體是有這麼多的 其實它偷了很多位置 偷了這麼大 兩邊 所以這個Cutting是非常顯瘦 也有一個很美的優美的形態 這個V-Lan 就用了兩種顏色去配搭 所以就算這個是比較平淡的設計 也不會覺得太悶 在這個RUFFLE 就是手袖的設計 三身的設計 加上顏色的配搭 你會覺得這三種配搭得很利落 很乾淨的一個線條 很利落 很流暢的線條 同時也有一個很優美的狀態 這個也是我極力推薦 絕對沒有詞窮 因為它的設計給我 豐富了我的詞窮 去給大家 這個是一個 互相接合到的位置 大家可以 看我們的一些 網站的一些 陪診 或者看到更多的圖片 你會看到這裡 其實你這樣看 你不會覺得 你不會覺得有這麼豐富的 對 所以有時候每件衣服 我穿過上身 或者我拍完照 我會知道 怎樣配襯會比較好看 或者穿上身 這些細節 原來是這樣的 就像剛才那件LACE外套 那個設計 其實我沒有想過 是有這麼震撼 因為我最初都以為 我看不到通花的 是因為內疊 那這些真的 穿上身 透過我的配襯 再可以講解得仔細一點 給大家看看 對 對 你這樣看 你未必會看到 我剛才所介紹的一些細節 特別是空側的這個位置 真的做得很漂亮 其實我最初選擇的時候 我都覺得 Ruffle的位置很漂亮 我都是想 手真的Ruffle的位置很漂亮 其實我都沒有想過 穿上身是看到這麼多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還有這個是雪白色 有一點點頭 你都會看到 這裡 有一點點頭 那自己 要打底 就要 穿上淺色的bra top 就會穩陣一點 會穩陣一點